今天我們來聊一下華為下一代旗艦產品 P50系列的新特色,液態透鏡技術 你可能沒聽過液態透鏡技術 根據查射資料顯示 液態鏡頭相機是通過向鏡頭中的液體驅動 使液體呈現的形狀改變來進行對焦 它有超快的對焦速度和準確性 並且佔用空間更小,不影響相機外部凸起 未來它必定成為發展的趨勢 現在華為證實要應用該技術 並且將它加入到華為P50系列裡 現在一項專利監視了華為公司正在研究液態鏡頭技術 根據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了解到 華為已於2019年12月25日 申請了液態鏡頭相機模塊相關的專利 並且該專利於2020年4月7日獲得了批准 根據網站上的信息獲得 該專利包括移動馬達、相機占位服務 以及和用於移動液態鏡頭的電子硬件 關於它的工作原理 液態鏡頭的成像系統 它首先可以在幾毫秒內改變焦平面 從而提供清晰的圖像 而無論物體離相機的距離遠近 這使得集成液態鏡頭成為 需要在多個距離焦距拍攝情景下 也有理想的聚焦選擇 另外該移動硬件還包括一個定值 和一個延光軸方向移動的移動部件 當移動部件從馬達獲得動力時 它就會起作用 並通過連接的彈簧 擠壓或者是拉動液體透鏡 這樣就完成了液態鏡頭的工作 與此同時 這款獲得了專利的液態鏡頭 該鏡頭模塊內涵提供了馬達 使在惡劣條件下使用 比如撞擊或者是跌落的情況下 照樣有它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有人可能想知道 為什麼華為必須在智能手機中 實現這種複雜的攝像頭模塊 答案是液態鏡頭可提供 更快的自動對焦和更好的穩定性 與其他鏡頭相比 它占有的空間更小 並且無需額外的調F傳感器 由於該專利僅在前不久才獲得P種 因此我們可以預期 2021年將在華為P50系列中使用該技術 而不是在可能已經完成了 最終設計的華為Mate 40系列身上 華為P系列歷來都以其不錯的設計成果 而被用戶關注 並在DXO Mark排名中明亮前茅 P50系列同樣將延續這一傳統 並在明年引入更多的新相機技術和功能 從而為智能手機攝影創造新的里程碑 正如像華為P40系列的改變之一 就是配備了所有手機中最大的CMOS傳感器 關於另外華為P50系列的描述 最近華為P系列產品經理王永剛表示 從新品概念設計到最終發布 P50系列產品必須經歷18個月的過程 P50系列中使用的技術和創新方案 由全球各大研發中心確定下來 然後才進入研發階段 華為每一代P系列的研發 都是具與與最有潛意能力的業界合作夥伴合作 以實現新的突破 這樣明年將發布的華為P50系列 可能會有更多的驚喜 現在華為是最好的攝影智能手機之一 就比如目前採用了領先的相機鏡頭 其P40系列隨附的CMOS傳感器 可在弱光條件下捕獲更明亮的圖像 預計下一代P50系列在拍照方面的表現將更強大 最後雖然華為P50現在還沒有真實的外觀圖像放出 但在P50系列裡華為仍然預計提供三款產品 同華為P40系列推出的三種變體一樣 包括常規版本、常規Pro版和常規ProPlus版本 現在關於華為P50系列的消息還是太少 P50系列將在2021年往事 現在了解這款產品寒暑為時過早 盡情期待之後關於它的更多洩露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